我不會這麼快讓你死, 要慢慢耍你 吃個包子吧 線手, 我媽媽教我不要浪費食物 吃個泥山包子, 整天會發脾氣 發脾氣給我看, 吃起來發脾氣 錯了嗎?錯了嗎?錯了 吃泥也錯, 什麼人? 這個雲上真是很懂哲無人 看來他真的很討厭諸葛娘 哲無他有什麼用? 他殺了諸葛娘才是無後故之憂 現在這裡四野無人 正正是殺諸葛娘的大好時機 讓我出去殺小她 小心遺伤, 身防有詐 君師擔心你一個局 靜觀其變 等了三個時辰都沒有任何變化 應該不是一個局 真的? 君師, 現在這裡這麼僅僅 連鬼姓都沒有 真是殺諸葛娘最無守未跟的大好時機 真是這麼順利, 真是這麼無風險 錯過了就不會再有了 雲信這種玩法 到頭來也不知道敢不敢殺諸葛娘 真是不放山嘴就不值得了 我說得對 讓我出去殺死她 小心遺伤, 身防有詐 現在正正是看不到有詐 我不信我一出去就被人抓住 螳螂報仙, 王卓在後 到時死的不是朱國梁 是我們, 謀害君師是死罪 亭廷, 想一想 君師, 你會不會想多了 你這樣想法想到八十歲 都殺不了朱國梁 我不要冒險, 我不要十拿九穩 我要十拿十穩 主公 主公 你們兩個精神這麼差, 不是有什麼事 我們擔心朱國君師的安危 所以睡得不好 我們何嘗不是 關謀教委查到回來的消息 我更加擔憂 有消息嗎? 有消息說在遼東見過朱國君師 也有人說在瑜伽見過他 甚至遠至西域也有人說見過君師 幾個地方相隔這麼遠 我們一時間很難配人手足的地方找 所以照大家來, 看可以怎麼做 主公, 雖然人手不夠 但是我們不可以放棄 任何找到朱國君師的機會 當然了, 但是我們應該怎麼著手? 我們應該集中人力 有最後可能遼東開始從上而下 信老公找下去, 先遼東 接著是宇宙, 最後就是西域 那又不行… 君師在世上哪有十來十來找的方法 不想就一定沒有 不是不想, 但是想到才行 一天運信 還要折磨朱國亮, 還有時間 不是, 萬一朱國亮鬆的榜走掉了 萬一有邪夫經過救了他 又萬一… 好, 想想怎麼去殺他吧 不是你去殺就我去殺的 不是, 反正我們找那個刺客到了 可以叫他… 不行, 身房有詐, 刺客被捉 信藤摸的一樣會穿煲 整天小心為妙, 身房有詐 十拿十穩 不殺朱國亮, 就十拿十穩包不會上身 就是你這句了 不殺朱國亮, 君師你沒聽錯 不殺朱國亮, 但要殺困住朱國亮的 魂信 只要魂信死了 就沒人知道朱國亮在哪裡 就沒人給他成文 不用多久 朱國亮這個餓龍先生 就會變成一條餓死的蟲 但就像你所說 萬一一個刺客被捉到, 信藤摸瓜 豈不是一人知道是我們指使? 我們只是指使的刺客 少許交給朱國亮的人 君師果然想得周長過周長 還不讓我找到你? 十拿十穩 他糧倉點數又要我 將軍府只有一個家丁嗎? 慘了, 我頭套戴得來有點癢 老友, 是不是怎麼坐上的? 老友, 是不是 果然萬夫莫敵趙子龍 你真理由 那刺客跑去殺魂信 原來趙子龍早已埋伏 還這麼容易捉住了刺客 一見而明孝敏, 實至是我們指使 這次我們正在死, 怎麼辦? 你真是含軍師? 冷靜, 別亂 我看很快會有人來中我們的審問 到時候你什麼都沒說, 讓我來回答 韓亮, 主公要見你們兩個 韓亮 你們兩個竟然收賣刺客殺魂信? 你不用想砌詞狡辯 殺獸已經招認了, 是你指使的 是我要殺魂信 我這樣做, 都是為主公先發制人 以暴亦暴 因為魂信就是謀害諸葛軍師的兇手 魂信要謀害諸葛軍師?為什麼? 魂信埋於軍師, 不招攬他做謀事 魂信提議被軍師立接, 被軍師同罵 審訊魂信當日, 軍師直斥其非 魂信罵他轉頭, 主公你也在場 職員是動機, 但是證據呢? 證據在我身上 諸葛亮正一死人頭等天收 諸葛亮正死仔包 諸葛亮死死諸葛亮… 主公, 子女行奸 你看得出魂信竟痛恨諸葛亮 既然如此, 你早知道我有謀害軍師之心 為什麼不上報告給我們知道? 這件事我不告知主公 這一點的確是我的錯 只要可能當初魂信是由我招攬回來的 他竟然做出這種事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交道無方 這點我難辭其究 如果我調以輕心, 我不相信魂信 那麼有膽量付諸實行, 我更錯 所以我唯有殺了你的畜生 才能彌補我的錯 如果要選屈人天王 我一定選韓軍師你 我據據的事實是你要謀害諸葛軍師 我貪玩死而已 老爺, 實情是我偷聽到你和馬球商量 要殺害諸葛軍師, 然後嫁禍給我 你口說無憑, 有沒有證據? 我就是有證據了 你真是好 當初當我知道有痛腳在你手上的時候 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到怎樣拆 說出來又怕沒人相信 想到頭也癢了 幸好, 終於讓我想通了 不怕你偷偷, 我要偷偷過你 雲信來跟我說他的反擊計劃 是我答應跟他合作的 不僅是諸葛軍師答應 連主公、關將軍、張將軍都答應 我們一起合纖維 韓軍師到這個時候 你也不能不認輸了吧? 我沒做過任何事 我沒說要殺諸葛軍師 的確是, 你的確是一隻最狡猾的老狐狸 每次我想哄你落答 你也說了一些無靈兩可 說了等於沒說的對白 一點痛腳都抓不到你 所以我叫雲信再找你一次 那個完美的殺人計劃給你聽 就是那個殺諸計劃 只不過你還是不肯落答 反而叫我不要這麼衝動 其實是想引動我自己動手 你就不用上身 所以我跟雲信說要變局 就是反過來 反過來引動 你記不記得那顆眼中釘嗎?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的 就快點訂閱吧 我今天就 palavras了 我建議 我現場 我是馬唷 我建議 你自己的問題